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场务兵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谋场战 一起来看一看场务兵是如何默默地守护战鹰安全起降的 同志们 现在开会 本周战场实际上长 保战压力大 在这儿对几个专业提出几个要求 在中部战区空军谋场战 飞行训练前 场务工作的部署安排正在进行 不同岗位的官兵即将按照计划展开工作 开始登场 在每一次飞行任务开始前的几个小时 场务兵已经进入紧张的忙碌工作 刚才我们了解到本周的飞行计划是非常紧密的 也就意味着场务兵将迎来非常忙碌的一周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场务兵的工作都有哪些吗 我们场务工作呢 是机场勤务保障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我们场务工作呢 贯穿整个飞行保障过程 是整个飞行保障过程中进场最早 也是离场最晚的一个单位 在飞行保障过程中 我们担负着倒面的检查 驱鸟 以及特性处置 所以呢 我们被称为机场守望者 如果说每天场务兵是最早进入工作状态的 那么负责场道清洁的官兵就是第一波登场 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倒面义务的清理工作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机场的跑道上了 只不过这次呢 并不是乘坐飞机来的 而是在一个大家伙的身上 那么这是一款紫阳的装备呢 官兵们叫它机场倒面除尘器 它其实是机场强锤车 它的任务就是把倒面上的杂物清除掉 保证飞机起降式的安全 我们看到一排四辆车 共同向前工作的场景 还是比较壮观的 旁边您看到的这辆车就是我们新配发的机场强锤车 刚才您坐在机场强锤车驾驶室 能够更方便地将跑道的义务进行处理 它还具备我们机场冬季除雪任务 像小雪的情况下 它能够更高效更快速地为机场开辟出新的道路 强锤车的风来自车体后部 一台功率强大的发动机 风通过压缩机将外进来的空气压缩成高压气体 由于空气被压缩到更高的压力 因此会产生较高的气压和气流量 当气体通过管道从喷嘴喷出 从而产生出威力强大的高速气流 威力强大的强锤车会从跑道上经过 它带来的气流会把杂草和碎石子都吹到跑道外面去 甚至沉重的轮胎都被吹得四处逃窜 然而即使是强吹车过后 依然需要靠人来进行最终的检查确认 和我们看到的航母飞行甲板一样 厂务人员也要人工检查跑道面 任何细小的多余物都会被清理掉 这并不是车辆的功能不够强大 而是厂务兵的责任和担当 那么在战营批次起飞的短短间隙 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人工检查 厂务兵又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它们还有磨坛 这辆车看起来非常像旅游景区的观光车 但是它出现在此处一定有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在我们身边的这台装备是机场快速巡查装置 我们可以看到从车的前部 有两个类似于车辆大眼睛式的 两个LED强光灯 主要是方便于我们在夜行期间 飞行保障间隙中 我们人员去道面复查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后边还有两个双排座 这两个双排座可以方便我们的人员 在上面360度无死角的对道面进行巡查工作 后边是我们的车辆一个磁吸装置 现在磁吸装置有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我们工作中的模式 另一种这个竖着的是我们平时收着的模式 它的吸附能力是特别的强 它主要是对我们道面上的金属义务进行吸附 我看到后面有三块黑色的 类似毛毯样的东西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除了该车上述自主的功能以外 这是我们自主加装的一个FOD清扫毛毯 FOD是指可能损伤航空器的某种外来的物质 碎屑或物体 如金属零件 碎石块 包装袋等 以上统称外来物 FOD机场跑道清扫毯 使用时挂在机场车辆尾部的挂钩上 清洁毯设有五层收集铲和清洁刷 清扫人员驾驶车辆 以每小时15公里到40公里的速度 匀速在跑道行驶 行驶时 清洁刷把跑道上的石子 碎片和螺丝钉等异物 从细小缝隙或坑中刷起来后 向前运行的收集铲 就能铲起来这些异物 并收集在毯子顶部的收集网兜中 清洁完毕后 清洁人员从尾部提起手柄摇晃 收集的衣物就从网兜中清理出来了 班长 刚才听你讲这个磨毯的威力非常强大 那么我准备了一些东西 有螺丝钉 螺丝帽 还有不同大小的石块 看一看这些磨毯 能不能精准地把这些异物给清扫掉 可以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好 我们刚才其实看到了磨毯所过之处 异物被迅速地清理掉了 是的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吗 可以 把这它的网兜给它打开 我看到了 一个螺丝吗 对 螺丝钉 螺丝钉 来我们数一数啊 刚才呢 我放置了六个金属物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正好六个 都收集到了第一个网兜里 还有大小不一的石块 那通过这个环节呢 我们发现这个磨毯的清扫和收集能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对于后期人员的维护保养以及清扫磨毯的工作 也是相对比较便捷的 可以说 有了这种装备的辅助 让工作繁重的产物兵在有限的时间内 在长长的跑道上 做到了快速高效地完成间隙清场任务 这也许就是科技家的意义吧 我们总说道面的安全不能马虎 那么机场上空的安全同样不可忽视 在飞机起降前 常务兵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驱赶鸟类 收藏 二号位上空 高度二十 西洋中一只红损 现在在跑道上空盘旋 对飞机起飞有影响 二号位放炮驱赶一下 二号位收到 红损以飞出东侧为网 对飞机无影响 好的 收到 的确 飞鸟对于飞机飞行 经常会造成致命的威胁 在飞机高速飞行中 一至0.5千克的飞鸟 对飞机所产生的撞击 几乎相当于一枚小型炸弹 鸟籍事故也被国际航空组织 列为A级灾难 而各类型战机的速度更快 在低空或者超低空飞行的时间更长 所以鸟类对于战机的伤害 风险也会更高 为了观察更广更远距离的鸟情 机场的最高点还安装了智能 感知鸟籍防范系统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碳鸟雷达系统 它主要由碳鸟雷达 和双光谱碳鸟光电系统组成 碳鸟雷达使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 可实时扫描以雷达为中心 周边10公里范围的鸟情 且具有周扫和扇扫两种模式 周扫一周 仅三秒 可自动生成鸟类活动编号 距离 高度 威胁等等信息 双光谱碳鸟光电系统 可以根据碳鸟雷达 实时扫描的鸟类信息 进行目标引导 以可见光和热成像模式 进行自动追踪捕捉 并实时反馈给驱鸟员 建立鸟情情报信息 利用雷达快速发现入侵的小鸟 可以让驱鸟官兵有地放食 保护每一架飞机安全起架 然而面对高空的鸟 驱鸟官兵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个发出各种声音的装置 是全响声波驱鸟器 它可以360度全方位地发射几种驱鸟声波 这些声波对鸟类而言是刺耳和不适的 而与全响声波驱鸟器功能相似的 还有一个装备 喂 班长 我刚才听到前面有几声巨响 是这个设备发出的声音吗 对 就是这个设备发出的 这是我们在日常和飞行保障中使用的 定向全程驱鸟设备 这款定向设备 我们是对某一方向的重点鸟情 进行重点驱赶 你看它是带摄像头 如果说这个方向的鸟情驱赶完之后 它会为云台会自动旋转 调整这个角度 对这个高危鸟种进行定向驱赶 除了声波装置 还有太雷炮 也就是高空驱鸟弹 样子很像现代的手榴弹的造型 它最大升空高度接近百米 在高空发出爆炸声和闪光 使用太雷炮 驱鸟官兵 需要提前装填太雷弹 太雷弹一次可以装填八发 那么这八发弹打完了 驱鸟官兵是否会束手无策呢 在飞机起飞的时候 我们很多官兵拿着一把枪 在空中发射 像烟花一样的 这样的作用和设备 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像这种枪叫无残留物 驱鸟弹发射器 我们平时叫习惯了 就是因为残留物比较少嘛 我们都管它叫无残留枪 这个枪就是采用电子脉冲点火 这里面有电池有火花塞 它是通过电流 把这个蛋的底部燃烧 然后将蛋就打上去 这种蛋有两种 一种是这种炸响型曲鸟弹 这种炸响型蛋 它可以发射60到90米的高度 我们主要是针对中午前后 这个单只猛禽 这个驱散效果比较好 这种是闪光型曲鸟弹 闪光型曲鸟弹 我们主要用于对这个 云体性的鸟类 比如说燕子 然后麻雀 然后我们进行驱赶 然后它打上去 就像咱们的小烟花一样 面对驱鸟手段的多样化 如何跳出固有保障模式 综合前沿科技手段 将各种元素智慧化 融入驱鸟工作各个环节 构建智慧型驱鸟保障体系呢 它们通过实践 又研发出了新模式 其实不管是民用机场 还是军用机场 我们之前都看到了很多 但是在咱们的机场周边 我发现很多这样的小亭子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智能驱鸟放舱 起初我们产生考虑到 咱们一线驱鸟革民 长时间在室外露天进行保障 条件比较艰苦 于是就在厂区 搭了驱鸟放舱 为了给咱们官兵 提供一个休息调整的场所 后来我们逐步完善了 它一些功能 下面我带你去里面参观一下 确实这个方舱非常的宽敞 而且玻璃非常的透亮 可以让我们的士兵 更好地观察外界的情况 是的 咱们这个方舱 不仅给咱们官兵 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也是功能非常强大的 下面我们主要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咱们这两块屏幕 第一块屏幕是我们碳鸟雷达 就是那个咱们在旋转的设备 实时传过来的扫描画面 在这个画面上 可以看到厂区周边 10公里范围内的鸟雷活动轨迹 你看这个蓝色的轨迹 就是代表有鸟雷在活动 当鸟雷活动 接近咱们厂区的危险区域时 它可以分别展现出 橙色和红色两种颜色 来进行预警 咱们第二块屏幕 是我们的飞行态视图 同时我们在这个方舱内 也加装了这个空气对话 实时喇叭 方舱外 也有这个外音扩放喇叭 咱们驱鸟方舱指挥员 通过这个观看飞行态视图 监听这个塔台指挥员 和空中飞行员的对话 能够实时掌握咱们 空中飞机的动态 遇有危险鸟雷 它可以提前进行预警 并向塔台提出避鸟建议 目前咱们这个方舱 已经初步实现了 碳驱壁一体的功能 至于怎么驱鸟呢 下面我到方舱外 给您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驱鸟 我们针对场区 不同高度活动鸟类 采用了分层治理法 在低高度层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驱鸟方舱指挥 佩戴了无线电耳麦 它可以通过无线电耳麦 指挥它所负责区域内的 一线驱鸟员 使用二体脚 无残留枪等手段 进行驱赶 同时我们在场区也布设了很多的一键式驱鸟发射装置 我们可以看见它手中这个遥控器 这上面对应的数字就是场区 一键式装置 布空的点位 对于低空的鸟群 它可以利用这个遥控器进行定点驱赶 在这个方舱指挥处 这个配备了无人机 对于这个中高度层的鸟类 我们可以使用无人机 利用声波激光去鸟方式 在这个飞行开飞前 或者飞机着陆前 用无人机对它所负责的区域 进行巡逻驱赶 当有某一点位出现特殊鸟群时 我们也可以进行定点驱赶 对于高高度的鸟群 我们则是引进了通航飞机 在飞机起飞或者降落前 我们利用通航飞机 在机场起落航线和场序周边 而进行驱赶 为咱们飞机提前进空 此外 为增强鸟房工作科学性 针对性 场务兵还与鸟类打起情报站 信息站 启用鸟群预警平台 建立鸟群数据库 实现草群 虫群 鸟群 等鸟房信息动态掌握 为综合鸟房工作奠定基础 不管是演奏外场DJ的驱鸟分队 还是为战鹰铺路的倒面分队 可以看出科技家的智慧赋能 让厂务的工作更加高效快捷 然而 翱翔天际的战鹰一旦出现险情 厂务官兵又该做哪些工作呢 夜航训练是提升夜间机动和战斗能力的主要途径 夜航站应的平稳起降 离不开跑道上各种驻航灯光的帮助 更离不开守护机场的掌灯人 每天灯光班会对机场所有灯光系统和设备 进行全面检查 除此之外 为了防止跑道灯光出现故障 厂务联的战士 每天都要奔跑在五颜六色的驻航灯光之间 为灯光一旦出现险情做准备 在机场上 时刻准备着以应对突发情况的 并不只有驻航灯 还有处于跑道尽头的两个特殊的设备 每次战机起飞都要高高地竖起 严阵以待 班长 我们常说拦阻网是飞机的最后一道屏障 我们经常会在航母上会见到这样的装置 那为什么在机场上 咱们的机场也会布置拦阻网呢 我们飞机拦阻设备 是我们在日常飞行训练中 飞机因故障或发生这个特殷情况 冲出跑道时 我们的拦阻网会对飞机进行一个拦停 基本上我们每个航空兵场站都会配拦阻网 拦阻网被称为战鹰和飞行员的生命之网 现代拦阻网主体是用高强度尼龙作为材料 当战机冲入拦阻网后 垂直竖带会像蛛丝一样缠住主机翼 依靠这张网向机翼施加均衡拉力 吸收飞机冲击的能量 稳稳抓住失控战机 其功能和使用方法 与航空母舰上的拦阻网 基本一致 然而即便拦阻网控制了战机 依然会有险情升级风险 毕竟飞机自身有许多液燃材料 以及燃油 一旦发生火灾 救出飞行员灭掉机上火事 就成为厂务消防兵的另一项任务 所以战机消防演练 也是厂务兵的日常训练的一项科目 刚才也在模拟机上 布设了几个着火点 现在所有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了 那您觉得飞机火 与普通火有怎样的区别 咱们这个飞机火灾 它跟地方火灾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咱们这个飞机 它的载油量比较多 然后火势发展比较迅速 而且这个飞机还存在着 有毒的燃料 当它发生燃烧的时候 可能会散发有毒的气体 对消防人员的安全 有很大的威胁 飞机发生真正的火情 飞机发生真正的火情 也许并没有我们准备的这样简单 不过无论什么样的火情 消防兵在面对烈火和时间的考验时 仍然会体现出他们的团结合作精神 和极强的专业素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对于我们来讲 科技是第一战斗力 对于场战来讲 科技又是第一保障力 场战官兵 虽然不能驾驶战营 熬翔蓝天 但是场战方兵 作为战营的托起者 近年以来 我们在模式驱动方面 模式改革方面 做了有益的尝试 以智慧驱鸟为例 通过我们的这种模式改革 或者说是科技驱动以后 可以说从人力秘义行 向科技秘义行 进行了一个转变 下部在场战的各个领域 各个行业 都要有科技家的思想 去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改革 为传染力的生成 提供科技家的力量 全面全能 机场每个角落 都是场务兵的战场 无论寒霜酷暑 还是风沙漫卷 它们时刻处于最佳状态 确保战机随时能够 从这里升空战斗 飞机在天空中划过的每一道轨迹 都是由无数人默默复出 凝聚而成的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协同配合 人民空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好了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 军事科技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